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总量GDP排名进入前十的省份并无变化 其中中部省份占却三席 分别是河南 湖北和湖南 不过 具体的排位有所变动 具体来看 去年上半年 按经济总量排名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和河南排在前五位 今年这一排名保持不变 上述五个省份 也连续两年上半年经济总量都在2万亿元以上 与去年同期相比 经济总量排位出现变化的是第六到第八位 2017年上半年 河北经济总量实现16404.9亿元 排在全国第六位 经济增速为6.8% 紧跟在河北之后的是四川和湖北 2017年上半年 四川的经济总量为16,080.3亿元 增速达到8.2% 湖北的经济总量为15,871.39亿元 增速为7.8% 由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今年上半年 四川和湖北的经济总量均赶超河北 排名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前一位 来自四川 湖北两省的统计局官网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四川经济总量实现18,327.01亿元 经济增速与去年同期直平 湖北经济总量实现17,958.17亿元 增速也与去年同期保持 一致 反观河北 今年上半年 经济总量为16,600.5亿元 经济增速仅为6.5% 低于全国平均增速6.8% 所以 从经济总量上看 河北为次 由去年同期的第六位下滑至第八位 此外 湖南和上海也保持在经济总量前十榜单中 与去年同期一样 分裂第九和第十位 DM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